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然後這個把它給打開 有個女性的 就是那個案件被報倒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周圍觸發那個 我們知道門上鎖的那個狀況 然後我們要偷看一下手機 我馬上去迎接你 這真的蠻恐怖的 好我得逃走 我得逃走 上面有著用筆畫出來的潦草文字 11055 這數字 會是什麼的密碼呢 感覺文字的周圍都是傷痕 是想要塗掉文字嗎 好那我們繼續的找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釣魚線 拿不起來 割到手指了 衣櫃 我們先看一下手機 稍微看一下 這支手機 最後的通話紀錄是半年前 在這之後 並沒有收到或寄出郵件的紀錄 傷痕還蠻多的 有摔到過嗎 在半年前摔到的手機 呃 怎麼回事 到底是怎樣 好我們繼續的探索 看可不可以找到什麼關鍵道具 冰箱裡只放著番茄醬 話說剛剛那個鏡子上面好像有奇怪的傷痕 把這個塗上去的話 可以清楚的看見傷痕吧 喔喔喔這邊這邊這邊 找到了 齒碗櫃 喔不行不行吃 不行吃 仔細一看裡面放了一支槌子 為什麼放在這裡 總之我先借走了 欸?再一次 關得緊緊的 如果有辦法 把門固定住就好了 把門固定住 不管了我先把這個番茄醬弄上去 有了 塗上番茄醬後 可以清楚的看見傷痕了 好 多餘的擦掉 變成是 CR055 CURSE 十字的意思 那 裡面放的什麼 不輸入 我要輸入 不能啊 不能啊 CURSE 欸? 這我沒有要輸 可以輸英文嗎 欸? CR055 這我們怎麼輸啊 十字架 十字架 喔 抽屜有東西 小花耳環 十字架的錦煉跟銀製的尾戒 都纏在一起 要調查一下 喔喔喔 怎麼了 電燈怎麼 電燈怎麼 難道 是因為那位女性的關係嗎 可能沒有時間 慢慢調查了 整堵一下了 調查哪一個 喔 十字架 十字架內側可有數字呢 01018 這是什麼數字排列呢 喔 找到了 找到了 太好了 01018 1018 打開了 裡面什麼都沒有 啊 這個保險箱 好像有兩層 是剪刀 看來 能派窗用場 我先借用了 喔 派窗用場 剪刀 剪刀幹嘛 喔喔 釣魚線 釣魚線 剪刀 拿出來了 喔 我要釣魚線幹嘛 喔 我知道 釣魚線可以那個 固定住這個嗎 嗯 把門固定住 什麼意思 有了 把剛剛拿到的釣魚線 纏在手把上 好了 然後 把另一端 纏繞在抽風扇的中間 要是轉嗎 打開了 在釣魚線斷掉之前 把錘子拿出來 它是 什麼意思 我真不太懂 這個 設計 是 一隻手 沒有辦法 嗎 危險 釣魚線斷掉了 不過 錘子 我拿出來就好了 錘子要幹嘛 突然意識到 我不知道錘子要幹嘛 外面是不是有個箱子啊 我們上次玩的時候 這個 箱子一樣打不開 而且很重 無法移動 對了 用剛剛拿出來的錘子 唉唷 很好 順利把蓋子的部分弄壞了 奇怪 箱子裡面只放有鑰匙 可是這個重量 唉 比起這個 這好像是玄關的鑰匙 有了這個 我終於 可以從這間房間逃出去了 好 快點出去吧 我先存檔 太危險了 好快點 我們要逃出去 喔 嚇到我了 原始有件 我到囉 他到了 欸 等等 是誰到了 他嗎 那位女性 不 冷靜下來 玄關的門是鎖著的 而且 鑰匙 是放在我的身上 沒問題的 真的 沒問題嗎 因為鑰匙孔在內側 所以我這裡 所以我這裡是門的外側 另外 那側如果內鎖的話 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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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逃走 這應該是他走那個路的時候木板發出的聲音吧 有腳步聲 現在不要出去比較好 還有點聲音 喔 不要 再等一下 欸 不會吧 又回來了 欸 不行啊 剛剛那個小聲的時候應該要出去 完了 我是不是錯過機會了 欸 欸 出去 沒有聲音的 喔喔喔 欸 喔 欸 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在第二次要小聲的時候 我們就要那個逃出去了 再一次 再一次 這個時候出去 好 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 喔 喔 欸 還是被抓到了 欸 可惡啊 這樣搞我啊 沒關係 聲音完全不見的時候 第一次他應該是會騙我 好 那我就 多等幾次好了 廁所應該是...我們應該要躲的地方沒錯啦 這個時候他在上面一點點而已 他要走回來了 喔? 又走遠了 這個時候他一定站在門口 啊!按錯! 快!快走快走 怎樣? 這個應該跟剛剛不太一樣的 剛剛是... 大聲突然安靜 這個是安靜突然又小聲又安靜 好像走遠了 又這裡嗎? 這個聲音 声音似乎是从对面传过来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要去哪里我去哪里 固定 这什么 这是 这是那个女生吊死的那个样子 头好痛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关键支点了 好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支点 不过 不是触发那一种 而是你要逃离这个怪物的追杀 说真的啦 要玩到第二个其他结局 真是蛮困难的 哦 往上跑 因为这才会缓速 真的不是很简单 我也累了 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哦 他这一次没有拿刮胡刀了 好 让这一切结束 我要说的话 就到此为止了 是说 也没有 要继续跟你说的必要呢 因为后续 因为后续你都知道了 是 是呢 哦 是女性记者 那他还活着咯 因为当时 站在门外的 就是我 我真的被吓到了 天已经亮了呢 没有起奇怪的念头 真的太好了 奇怪的念头 是 点点 先不管这个 可以请你 大概的再说一次 你所回想起的事情吗 好 那是 大约 发生在半年前的事情 那天晚上 我在街上闲晃时 看到一位穿着 红色大衣 围着 咖啡色围巾的女性 也就是记者的姐姐 现在 回想起来 可能是因为跟记者 你有约的关系吧 她看起来很开心 我这样说虽然不太好 但她 满是破绽 没有防备 所以 我就尾随她 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在她进入公园时 从她背后 抢走的包包 她理所当然的反抗着 在争执的过程中 我推了她 她往后推了几步 身子 就这样越过了栏杆 我吓了一跳 往下一看 她没有掉在地上 而是被树枝卡住了 正确来说 是围巾的两端 缠在树枝上 由上往下看 她 就像是上吊 她当时肯定有挣扎着 发出求救的声音吧 但是 刚好上空 有一台飞机飞过 那微小的呼救声 并没有传到我的耳里 我以为 把人杀掉的我 不知该如何是好 完全束手无策 完全束手无策 迷失了方向 那个时候 应该是她掉落的手机 响了起来 那个声音 换回了我的意识 害怕抢劫的事情 和害死她的事情被发现 我逃离了那里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回到家的 可能 有人看到我从公园走出来 但是 完全没有察觉 回到家后 先洗个脸 想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点 但是并没有用 那具尸体 什么时候会被发现 警察 什么时候会找上门 我的脑海中 只想到这些 每当 新闻播报的时候 就会觉得 是不是正在讲那件事件 所以 我用烟灰缸 把电视敲坏 让所有的消息 都不要映入眼帘 的传入耳中 只是一昧的 忘记讨厌的事情 说服自己那只是一场梦 记者 你知道吗 人类为了保护自己 不要承受过大的压力 会把压力来源的记忆 封印起来 也就是所谓 忘掉对自己不利的记忆 我的脑袋 为了保护自己 封印了杀人的记忆 然后 是因为有什么契机 而唤起记忆呢 是的 记者的姐姐 那份强大的执念 找到了我 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这样 不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 对您撒了一个谎 撒谎 之前 在这个房门前 我跟您说 姐姐的灵魂 出现在我面前对吧 其实 那是骗你的 诶 但是 可是 您好像出现幻觉 所以我故意这么说 来套你的话 诶 那个 所以说 姐姐的幽灵 说犯人就是我的 这件事是 当然 那是我自己捏造的 不过 不会有人 对初次见面的人 就相信她所说的灵异事件 但是 您却相信了 因为 你姐姐真的实际出现在我面前 我当然会相信的不是吗 您看到的 您看到的 真的是幽灵吗 诶 说不定 是您的潜意识 让您看到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罪恶感 诶 您想说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幻觉吗 但是 有奇怪的邮件 寄过来我这边哦 邮件 邮件地址 都是乱码 有了 哇 它那个电脑好像丢的一样 你看 还有附加奇怪音档的邮件 传送过来对吧 这是由手机所传送的无声音档 您是指这个吗 诶 没有声音 这 怎么可能 竟然是从我的手机 传送出去的 自己传送邮件到自己的电脑上 这 这怎么可能 您没事吧 脸色很难看哦 怎么可能 这些全都是我做的吗 邮件 还有围巾 被那位女性追赶的事情 全部都是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你没事吧 你的脸色还是很差哦 没事 大致上 冷静下来了 真是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也许 真的如同记者说的 这一切 只是幻觉 但是 说起来也蛮奇怪的 这半年间 都忘记了那件事件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幻觉呢 是呢 譬如说 听到有关那件事件的关键字之类的 关键字 最近 好像发生了很多起抢击事件 啊 您好像想起了什么吧 我只是想听到事件的真相 其他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 不过 说的也是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你不会再杀我吧 您 所见到姐姐 女性被害者的模样 如果你是因为这起事件的记忆 而产生犯罪的罪恶感的话 那份记忆 是怎么样呈现在你面前的呢 罪恶感 罪恶感 是的 您所犯下的罪行 大到让你为了保护自己 而将记忆封印起来 模拟着被害者的身姿 出现在你面前的潜意识 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模样呢 是迫切地渴望有人来拯救她的 可怜年轻女性吗 还是执着地追赶着您 怪罪则您的丑陋怪物呢 我 我 看到的是 我看到的是 我 我 所看到的是 好的 那 我们玩出了另外一个结局 PUNISHMENT AND 嗯 惩罚的结局 所以我是被惩罚的那一个吗 这个字应该是惩罚的意思对不对 还是我犯错了 哇 所以 配了上一个犯罪的结局 两个合并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还没有东西 辛苦你呢 前辈 前辈 你竟然有这样的过去呢 不过最后 不 没什么 话说前辈 你知道有这样的结局吗 那个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结局 前辈 你什么也没 那 前辈 你没有去过那个 陌生女性的房间吗 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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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另外一个隐藏的结局 所以 该不会真的是后辈 这一切都是后辈所做的事情 而 那个在后面 追赶我的怪物 该不会就是那个 后辈吧 好的 那 我们这款游戏的另外一个结局也玩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在右下角点个喜欢 你可以在左下角点个订阅 我应该还会再录那个 我应该还会再录那个 什么也没有发生的结局 我觉得 那应该是真相 我们下次实况时间咯 拜拜